中共官媒週一報導 美國突擊檢查中國赴美人員黨員身份的消息 不僅外交部發言人出面譴責 相關的詞條還被網管允許登上百度熱搜第一 美國政府出臺針對共產黨員等 極權主義政黨的移民政策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突然強硬回應 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分析報導 《中國日報》11月30號報導 截至11月11號 中原海運集團上海鎮華重工公司 共有21艘輪船在美港口停靠時 遭美執法部門突擊檢查 此外 今年9月以來 中方航空公司共有16架次赴美航班機組人員 遭到美國執法部門問詢 盤查 報導稱 美方對中方人員的盤查 有時長達幾個小時 反覆詢問共產黨員身份 盤問入黨原因 還詢問船員與中共政府的關係 中國防疫現狀 以及對美國總統選舉候選人的看法等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批評美方 意圖挑起意識形態對抗 今年10月2號 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網站發布新政策文件 表示將不再受理任何中共黨員及其他極權主義政黨成員的移民申請 此外 早在7月份 美國媒體已經披露 美國政府擬禁止中共黨員及親屬入境 並驅逐在美的中共黨員及親屬 今年9月17號 也出現一位美國公民的父親 因是中共黨員 移民申請被拒 在入境美國時被當場遣返 10年簽證也被取消 旅美獨立學者 時評專欄作家戈壁東分析 這種情緒有關於美國的法律 現在只不過是要把這個法律嚴格執行了 那就是說中共黨員不要說移民 就是簽證 都是受到嚴格控制的 那麼美國執行自己本國的法律 你中共有什麼權力在那兒說三刀子 旅美獨立學者 時評專欄作家戈壁東分析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中共病毒疫情 讓美國徹底認清中共的威脅 所以今年美國進行了三次大反共動員 包括司法部和FBI 以及國務卿蓬佩奧的世紀宣言 和國會眾議院中國工作組9月底 發布的首份全面反制中共的政策藍圖 實際上都表明了美國已經下定了對中共的決心 但是美國明確地分清中共和中國的民眾 所有的目標只對中共黨員 中共黨員對美國四五雞蛋猖獗的日子 已經一切不復返 週一當天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批評美國 並威脅說 如果美方繼續升級 中方必將採取反制措施 此外 相關此條還被網管允許登上百度熱搜敵意 不過美國政府出臺這個政策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 為什麼中共現在突然強硬回應 並威脅反制 原中國人權主席劉青認為 中共一方面想讓外界認為 川普政權和中共是敵對的 要想恢復所謂的中美合作 就只能支持拜登 另一方面也是想聚攏和中共有利益瓜葛的人 讓他們幫助拜登繼續掙扎